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首先 既然叫做伦理跟领导的话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什么叫做伦理 什么叫做伦理呢 伦理这个东西其实简单来讲 我们用字简上的定义来讲呢 它其实伦理指的是一门学问 这门学问当中呢 它最主要想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是说 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在道德上面是对的 跟道德上面是错的 讨论像这样的一个学科 这个定义当中呢 是来自于那个叫做所谓的一个 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 所出来的一个定义 当然这个定义当中可能并不能够满足各位的需求 因为管它什么叫做对跟错 到底跟我们做事情 到底跟我们要培养成为一个商业人士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说这个关系很重要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期许是企业界里面 从事从业的人员 或者是企业本身 它所进行的行为是一个我们在社会里面 所会认为是一个对的 或者至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里面来讲 它就涉及到两个东西了 第一个东西叫做 ethical attitude 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什么叫做对 什么叫做错 像这样子东西的一个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意见 那么这个东西来讲呢 它其实就叫做所谓的一种ethical attitude 这样子的东西 那回去到组织行为里面的观点来看的时候 其实各式各样的态度 它可以分成很多种不大一样的成分 例如像什么呢 第一种是叫做所谓的一个认知的成分 认知的成分所指的事情是说 1加1等于3 对还是错 觉得1加1 错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错 因为不是 因为不是 因为你的知识体系里面 告诉你说 这样推论出来之后 这就是错的 这我们叫做所谓的一种 认知之后所出来的一个态度 但是 这一段态度当中有很多 其实我们在 这段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到 每个人 其实都有一套自己的认知的道理 但是导出来之后会有一个不大一样的答案 典型的例子之一 例如像我们谈到过的 到底台湾该不该用核电之类的问题 其实正反两方 全部都可以举出来一大堆的数字 看也看不懂 看起来觉得都很有学问 但可以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两边采集了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些元素 放在他们的计算公式里面 所以这种认知之类的态度来讲 即使它是经过算计的 但每个人不会有完全一样的东西 好 再来 第二个东西来讲好了 你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一个明星 这些东西来讲 例如像我很喜欢金城武 那我喜欢金城武 因为我说为什么我喜欢他 我就是喜欢他不行吗 我就是觉得我喜欢他 这种是来自于一种 我们叫做所谓的一个 affective 感受上的一种 像这样子的东西 这也是另外一种所谓的一种态度上这样子的问题 第三种我们常提到的态度呢 它会比较称为是所谓的一种行为层次的态度 所以层次的态度指的是 已经是说我该不该这样子来做 这种所谓的一个对于自己 或者他人某种行为当中的一种 许可与否 这是另外一种主动行为上面的态度 那么对于伦理的议题来讲的时候 我们这种谈到过的态度呢 其实它会比较 它同时会包含到所谓的一种 认知层次的部分 跟所谓的一种 我的行为层次的部分 因为我们始终会觉得 会希望事情是说 一个人 如果你觉得什么是好或者不好的时候 会比较 你的行为会比较倾向于 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会有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到最后还有一种重要的名词呢 是叫做所谓的一种exical behavior 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一个行为当中 它本身在道德上面 是被列为是一种 是对的事情 这是另外一种 exical behavior这样子的概念 好 请跳到下一页 那再来一件事情出来了 如果伦理本身所代表的是一种 对跟错的学问的话 那我们新的问题就要出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有对跟错的观念的 有没有人天生就是邪恶的 来 我们来表辑一下 你觉得有人天生就是邪恶的人 请你选一 你觉得 你觉得人是后天才变成邪恶的人 请选二 觉得人一出生就决定了 你是邪恶还是不邪恶的人 请选一 觉得我们是后天当中 逐渐被养成的人 请选二 加油 加油 好 来 公布答案 好 大部分的人觉得是后天 是不是 好 选 我们来用抽的好了 抽签最好玩的 呃 纯人是哪一位 蹲人 蹲人是 蹲人还是纯人 对不起 你觉得 你觉得是哪一种 先天还是后天的 后天的 为什么 我觉得一开始生出来 什么事情都还不清楚 哦 是后面其他人家住 说你做手机是对 什么是错的 哦 只要说 是邪恶的人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一个人犯罪的话 到底是他的做 还是社会的错 因为是你后天才会 才会做出这些 不对的事情 你觉得都有错 那为什么只有那个人被关 社会都不用被关 不好处罚 不好处罚 社会所有的人 好 谢谢 来 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同学 看有没有想法 嗯 薄勋在哪边 你觉得呢 你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后天的 为什么 你觉得是后天的 就是 那个 在社会化的过程之中 才会接受到 哦哦 不管什么样东西去刺激 改变这个价值 好 你先帮我把这个消掉 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 请各位按上一页 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调查 哦 每个人对于一个好人跟坏人的样貌 都不大一样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样子来问好了 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一个 理想状态的期许 你希望 你会成为一个好人 还是你会希望你成为一个 坏到骨子里面 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希望是好人的话 请选一 如果你对于你的心目中的理想是说 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坏 最坏 最奸诈 最卑 最卑鄙的人 请你选二 只要你觉得 你觉得那个行为是坏的 就是坏的 我们定义的 对 绝对是 一的人请 绝对是好人请选一 坏人请选二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调查 看一看 没关系啊 好了吗 来 跳过来看一下 这表示有72.7 他等下说话 OK 其实我为什么要 要变成这样子的调查 是因为 我到后来发现 要大家举手 大家不好意思 其实私底下 这个调查方式 反而更精准 每个人都说 很多人会说好 男人不坏 女人不坏 女人不坏 可是 代表好像很多的男人 都觉得我应该要 当一个坏男人 可是事实上 你会发现说 大部分的人 至少就我们的调查显示来讲 大部分的人 心中期许当中 希望自己是一个好人 好像有一部电影 叫做《无间道》 有没有人看过 有 我想当一个好人 刘德华的名言是什么 我想当一个好人 刘德华是好人 还是坏人 坏人 坏人吗 偏好偏 不好亂 有好有坏 坏人中的好人 好人中的坏人 好 Anyway 就一般我们的理论 推论来讲的时候是说 大部分的人 先天上面 我指先天上面哦 我们会倾向于 自己是一个好人 好人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做的是一些社会上面 大家会去Approval 会赞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那 好的 那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像这样子的想法呢 请跳投影片那边 请跳投影片那边 下一页 下一页 好下一页 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讲两个case来讲好了 第一个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美国现在的退休教授 他叫做James Follin 这个人 这个人他很有兴趣的东西之一是在研究说 人的一些先天的善跟恶 那到底善恶是先天才后天的呢 他为了这样子的问题他做了一个研究 他选择的是找了一群叫做连续杀人犯的人 所以连续杀人犯呢指的是 你不是指偶尔不小心 例如像哦 好这个女的像今天最近有新闻嘛 那个女的不让我追 我就跑去刺了她几刀 并且把她的手指也砍下来 他不是偶发式的只做了一次像这样子的事情 而是不断的把别人砍那砍那砍那的人 然后呢 他做了这样调查的时候 他就找这些人过来说好 帮忙拍脑部的一些脑部断层FMRI的一些影片 拍下来之后呢 把这些影片当中全部都放出来一看 当时他得到的结论是 这一群人跟一般另外一组正常的人比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脑袋跟正常人长得不大一样 在脑部的前额夜这边有一块区域是管 所谓的一个我们对于情绪的控制 还有对于善恶判断这些东西的地方呢 这些人来讲 他那边是比较小 甚至是没有的 所以他当时做出来研究看到像这样子的时候 你得到什么结论 一般的人这边比较大 然后杀人犯来讲这边比较小 那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很容易变成说是 杀人犯可能 这些会不会变成杀人犯是先天的 因为你先天的脑子就比较小 那东西就不见了 会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他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开始这样认为了 这些杀人犯是先天的 他因为脑子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生来就是邪恶的 结果有一天 他是在看影片当中 看到了 有一张影片 居然是他自己的 放在杀人犯这一边 这引发了他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脑袋 我的脑袋 长得跟这些杀人犯一样 而我到现在 还没有杀半个人呢 他手下就问了自己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跑去做了一件事情是 呃 不是 他跑去 跑去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还在问他父母说 我小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就跟他说 你小时候是个很可怕的小孩子 脾气暴躁 然后常常乱 常常搞东搞西乱搞之类的 然后并且他的家人也说 你常常都会 无缘无故突然生气 然后怎样 就是做出那种脾气很暴躁 不能控制的样子 然后呢 他后来的结论事情是说 因为我的父母 小时候对我用的是一种 呃 用他的字眼来讲 叫做爱的教育 从当中去灌输他一些 要怎么样子 良好为人这样子的风格 使他后听行为当中 呈现了改善 所以就他的研究来讲 善恶这个元素 鲜鹰上面的某些生理的构造 会有影响 但这个影响并不是全部 我的后天 一些家庭的教育 社会的教养当中 会对于我这个人 产生的善跟恶的行为 会产生一样的影响 好 那类似像 那么除了这个研究之外呢 有其他的研究 那国外也有人 他们针对小朋友 小朋友 这种生物呢 来进行研究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 小朋友先天过来 就是一个最单纯的东西 不会受污染 所以呢 到底他们是一出生 就变成脑子 这边东西就不见 还是后天才变成这样子的呢 当然 他并没有对小朋友 做所谓脑断层的调查 他做的方式是 在那个时候呢 好 他先找了一堆 一岁足的小朋友 拿他们来做测试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给他看 两段不同的影片 第一段影片是 这边有两个 有两个玩偶 这两个玩偶当中呢 他彼此 这个玩偶 把这个玩具 分给另外一个玩偶 这两个玩偶就玩在一起 这是他看到的第一段画面 第二段画面 是另外一个颜色的玩偶 这个玩偶 看到这个玩偶 拿着玩具的时候呢 他跑过去 把玩具抢走 这个哭会把他踢他一脚 然后呢 因为第一个玩偶 跟第二个玩偶 两个颜色不一样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 在那支影片放完之后 放了两个玩偶 在小朋友前面 看他要选 这一只玩偶 还是这一只玩偶 如果说 那么 最后的结论居然是说 大部分 四分之三所有的小朋友 他们选择的是 第一个玩偶 就是把东西 分给别的小朋友的玩偶 然后呢 第二个 四分之一的人呢 选择是第二个玩偶 所以 就他的推论来看 至少在 一岁左右的时间 当中的时候 那么 这些小朋友当中呢 其实有一些人 陷阱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会觉得 比较不好的行为 我们会觉得 抢东西是不好的行为的话 有四分之一的人 陷阱上可能会比较 倾向于喜欢这样子的行为 四分之三的人 会觉得 这是不好的行为 当然这些东西 所有的研究间接推论 像这样子的东西 也有很多的研究 在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例如像 好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因为最近很热门的问题 是来自于 鸡跟凤凰的问题嘛 然后呢 鸡跟凤凰这个东西 吵到最后 会 会吵到所谓的种族歧视 像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 新的问题出来了 种族歧视这个东西 到底是先天的 还是后天的呢 在澳洲这边有一群学者 他们做了一系列研究的 好论像这样子的问题 其中 研究的设计 我先 顺便举两个研究的设计 来讲好了 第一个研究 好 请大家 请你坐在这边 请你坐在这边 然后呢 手放在这个地方 手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边有另外一个人 拿了一支 把他的手放在这里 然后 他找了三种肤色的人 第一种是所谓的那种 高加索人白人 第二种人呢 是所谓的 非裔的黑人 第三种呢 是我们这种黄种人 然后例如像找我是一个 找我是一个黄种人 对不对 这边就会放 可能就会做不同的测试 第一次可能放一个 黄种人的手 在这个地方 拿一根针或铁锤 这样弄下去的时候 然后 大部分 这些黄种人 如果我是黄种人的话 我会把手抽回来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放了 几个黑人的手的话 我自己在这边的手 我不会动 就看着他而已 很奇怪的反应 大部分的选择 结果是像这样子 再来 第二个调查是 他找了也是一堆 一岁不到两岁 这样子的小朋友 然后呢 问他们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例如像是 这边就放了三个洋娃娃 第一个是 一样是白种人 黄种人 跟黑人 三种 那如果找到像我是 黄种人的小孩的话 他会问我说 你觉得 这三个 哪一个最聪明 所有黄种人都说 黄种人最聪明 你问黑人呢 黑人都说 他最聪明 然后你就问白人 白人也说 白人最聪明 再来 你说你要跟谁玩 大部分的黄种人 会说 我要跟黄种人玩 黑人会说 我要跟黑人玩 谁最坏 没有人都会指说 自己颜色的 那个玩偶最坏 大部分的人 都会指黑人 除了黑人之外 黑人就会指白人 好 那 所以 这代表的事情是说 一两岁的小朋友 应该还没有 做到太多的社会污染 对不对 开始有了一些 对于种族上面的一些偏见 可是呢 他们在做了更细部的调查 结果发现的事情是说 像这样颜色当中 对于自己族群的倾向的一种 讨厌的程度 如果你今天住在的地方 是在那种 所谓的一个 多种族的社区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们 反而比较 他的分配是比较随机的 不会都指向别的人种 而如果你今天 是在单一人种的 环境当中的时候 都会指向 例如像黑人最坏等等 像这样子的东西 他的推论是来自于说是 如果你及早曝露在 一种多元的环境之下的时候 比较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掉对于种族的误解 所以换言是 正经的推论来讲的时候 我们对于种族的歧视 对于善恶之间的 种族的歧视 可能是来自于说 我们对于周遭环境 因为我们不熟悉 所以我们害怕 而进而产生的 一种种族的歧视 那所以回到这边来讲的时候 我们对于 从这些研究当中 我们对于善恶的判断来讲 其实可以得到 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是 这些研究 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 第一个我们先天上对于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有一些我们既定的 先天上的一些限制 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提示是来自于说 可是这些先天上的限制 并不能够决定出来 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的后天教育 会有一些重大的影响 所以 请跳到下一页 在这部分当中呢 有人就借助了一些 儿童发展的一些环境当中 去把我们对于 所谓的善恶的 善恶的一些意图当中 一些想法当中呢 把它分成了三种 不大一样的阶段 去抓了一些 幼儿养成这样子的文化的东西 首先 在小时候 小时候呢 其实我们本身 对于所谓的善恶本身 我们并没有 太大的一个想法 我们是在 小时候被家长的 教育过程当中 就能给形成出来的 例如像 我在家里跑来跑去 我父母没有管他 管我 但是我在 搭高铁的时候 跑来跑去 我父母就说 这样不好你会吵到人 就把我拉回来 并且我还是想跑的时候 可能给予我一些 负面的一些讯息的话 那很有可能 就会对于我来讲 就会帮我去相牵一种 感觉是说 在外面不可以乱跑 造成别人的伤害 所以呢 在这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本身 我本身呢 我本身是跟随了这些 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规则的 这些规则是来自于我父母 跟我这些互动当中所形成的 然后并且 逐渐长大之后 人是很自私的 比如像我妈就有讲说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甜食 所以呢 每次有客人来 摊到那糖果的时候呢 我就会说 这个东西很辣哦 你们不能吃 很辣哦 这个东西很辣哦 然后呢 那些大人就很坏 我越收到他们就越吃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 因为把我的糖都抢光了 好 就会有像这样的一些行为的发生 然后逐渐的呢 好 当我们逐渐的长大之后 我逐渐的摆脱出来说 什么东西对我有利的 我就会开始把这个东西给完成 我开始在乎的事情是说 我周围的人对我怎么期待 然后并且说 我最近会把某些的期待感 变成是一种责任 对 例如像 好 在座各位 有撬过课的人请举一下手 好 一堂课很无聊 你觉得 就该公开的 一堂课很无聊 你就干脆撬掉了请举手 不管任何的后果 就直接把它撬掉的 那你们刚刚为什么都把 读习分数选那么高呢 好 在 对不起 这个不会加分 所以我没有问你是谁 好 那 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例如像 好 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 让我的父母觉得我很骄傲 像这样子东西的时候 他就符合了 像这样子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 满足别人对我的期待的 这个部分 那也只有碰过另外一个学生 很好笑 他有一次在脸书上写说 他那个 他就是有一个礼拜 我还记得很清楚 礼拜二早上的课 早上八点钟 大家都会想跳课 然后呢 他每次都觉得好想睡 但又拖着自己 但是他又觉得说 他还是勉强自己过来了 我就问他说 那 为什么 既然你觉得不好玩的话 你干嘛要去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 上课是学生的义务 所以他把某些东西 让自己义务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任务 把这个东西给完成 那这个东西来讲 是随着你跟朋友 更多的互动 频繁的互动之后 你所感受到别人 对你的期许 今天某些时候 你把这些你认为 重要的人对你的期许 把它转成 是一种 你的一个义务 之下所产生的 那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 是来自于说是 你逐渐的可以摆脱掉 别人的看法 你对于 你对于所谓的 对跟错当中 逐渐的形成了一个 你自己想过之后 你确认之后 你自己幸福的一套道理 出来 那么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所谓的一个 成熟阶段当中 所出来的一种状况 这是在一个人当中 他正常来讲 所出来的一个情形 所以换言之来讲的时候 在一开始 我们儿时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我们 最原始的一些 生理构造当中的一些 因素当中 所构成我们对于 善跟恶之间 或者好跟不好之间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影响 但逐渐的 随着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去影响到 我们对于 是非对错的判断 但是 这些社会化的过程 并不是完全决定出来你的部分 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 所以例如像好 像 所以它变成一种现象是 来自于说 下一代的人 跟上一代的人 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立场 例如像上次在玩公投的时候 公投选项之一叫什么 你是否赞成同性可以结婚 是不是 类似像这样子的 是不是 这里我就不要做调查了 这个不好玩 就我的观察 我记得当时同的公投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应该会过吧 因为我的脸书上面 有不少是学生的比率比较高 我就觉得 这应该会过 我这里有学生很认真 他说 连署书不够 还愿意亲自帮我送过来 让我连署 认真到这个地步 大家都很认真 结果 票投出来之后 我脸书上面 是一片哀嚎 跟不相信 那 现在问题出来了 长辈们 大部分的长辈 都不太赞成 同性恋这个东西 对不对 可是 为什么这些小朋友 会再 会赞成 其实他们没有被社会化成功吗 可能不是 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 他逐渐除了受到 家长的 家长和师长们的引导之外 他有一些自己交往的对象 看到了更多的资讯 而逐渐的形成 这边所说的一个 self chosen的一些 ethical principle 在这种情形之下 尽管像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会违背到一些法律 或者其他的一些基层的状况 但他依然会这样认为 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变成说 是一种 叫做成熟的阶段的一种 伦理观了 好 请跳到下一页 对不起 上一页 好 那 讨论完那个地方之后 我们新的问题出来了 我们知道伦理 观世代是 一种 线念上会有 但随着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跟社会活动的过程当中 不断变化了东西之后 下一个问题出来了 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 我怎么样判断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的 来 好 现在我们把故事稍微讲一下 有一天呢 有一辆无人列车 现在科技很进步嘛 会自动开车 对不对 有一辆无人列车开过来了 然后你呢 你正好是一个 在这边 负责 看守这个转折器的那个人 然后这时候呢 在铁轨上面 你看到了两组人 第一组人呢 来这边 突然你看 这边有五个死小孩 他们的铁路那边 把石头堆起来 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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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得很高兴 再来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你看到了一个 穿着荧光背心 年纪大概五十岁 的一个工程师 他正在这边 检修维护 这个铁路 然后 你稍微看了一下 今天的一些记录表 你看到说 OK 今天在说 几点到几点的时候呢 这个车子呢 应该是开 这一条路过去的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在 因为这个人 要在这边维护 维护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时候 你在这边 这个车子是无人驾驶车 他本来应该 从这边往这边跑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请问 你要不要 拨这个转折器 让这个车子 往这边跑 请你记住哦 这些人站的距离当中 你怎么喊 他都听不到 并且这个车子上面 并没有 叭叭叭 这样子的东西 这就是假想情况 所以 你如果让车子 照车子改变方向的话 会有五个 活蹦乱跳的死小孩 会就此 真的变死小孩了 那 可是 可是 你如果转过来的话 让这个人 这个工人呢 也会因为跑不掉 他就会变成 一个死工人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 让车子转过去 撞死这个工人 选择二 让车子不转 沿本来的方向走 来撞死五个死小孩 请你拿出你的一个选择的画面 来选择一或者二 一是工人死 二是死小孩死 一是工人 二十四小孩 不不 那你那个鼻盖 好了吗 好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 好 我们看到大部分 84%的人选择2 撞死死小孩 百分之十几的人选择1 撞死所谓的一个工人 那我们开始好奇一件事情了 为什么会像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 你选择 谁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选的 你的理由是什么 志贤 就是你选 你撞那个工人的话就是谋杀 那你死小孩他本来 他自己要跑去哪里 所以你的 列车也本来就会经过那里 所以 这样子说的 所以为什么要 那么为什么你要 让五个死小孩死 因为 因为工人不应该 是因为工人本来就不应该死 还是因为你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都有 后面那个不想承担责任 搞不好应该更多一些 OK 所以有两个东西 所以这样看起来 那个志贤不会是那种 上去那个 街头抗暴的那一种 第一种是叫做 所谓的一个责任的问题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事情是说 工人不该死 为什么工人不该死 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像这样子 好 还有谁 四起一号 那你本来就很危险 小孩却爸妈没交过 爸妈没交过 所以他就该死 哇 那是爸妈 那是你的小孩呢 如果那是你的弟弟呢 换一个角度 现在 换一种状况哦 如果说 在那边当中 你看到那五个小孩当中 有一个是你弟弟 死了就算了 死了就算了 你确定 好 好 来 还有谁可以分享一下 有没有撞死工人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的 撞死工人的 为什么撞死工人 因为 我是想说 如果撞死工人 因为 虽然是虚异逝 但是我有这个群 必须选择到 你是要撞死的一种 所以你觉得说 五条人命大于一条命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原则 我觉得 应该让一条命死就好 不要死五个 是像这样子吗 人命本身是可数的 可以拿来做比较的 死一个人 死一个人比较 四五个人太多了 OK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别的人 因为我觉得 就是如果五个小孩 就可能是牵扯到 五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可能 毕竟工人 他可能就是牵扯到 一个家庭的问题 但五个小孩 可能是牵扯到 五个家庭的问题 会让我觉得 就是至少不要 那么多人难过 你的名字和初号是 许玉轩 几号 所以是五个家庭 难过太过分了 所以一个家庭就好 那你怎么知道 这五个人 不是同一个家庭的小孩 而那一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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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他是下面 十几个儿子 十几个女儿的爸爸 那几个儿子女儿当中 各自就各自成家了 我觉得工人他没有错 就是孩子是在一个错的 错的铁道上 然后工人没有在一个错的铁道上 所以应该是不转 OK好 那你的名字跟初号是 我还没选 哦你还没选 哦好 好 来 有没有小孩 要救小孩子的 刚刚有人想救小孩子的 勇敢讲一下 救小孩 对 救小孩的 因为想说他们 就是才博起来 就是还有大 博起来 但是工人就是 你怎么知道 这五个长大不是八加九 哦 他长大是不是比较少尾啊 这个人比较少尾啊 长大是不是比较我啊 然后你怎么知道 这工人以后不会变卖菜郎 卖菜郎 卖菜郎 那不行 要少 不然都死了 来保卫中华民国 你怎么知道那工人不会保卫中华民国 我要选择那个第一句信念 不知道 但是你就是觉得五个人 人命还是比较重要一点 好 那如果 我再换一种问法来问好了 来对不起 这边先删掉 我们再问一次 来我们来测试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说刚才那五个 那个五个死小孩当中 有一个是你的弟弟妹妹表弟表妹 堂弟堂妹 任何的一个亲戚 是能够死小孩当中的之一 那么你会选择 撞死死小孩的人 请按二 选择撞死工人的人 请按一 撞死工人请按一 撞死小孩请按二 好 跳过来看一下 这代表说 有人改变意思了 对不对 好 有没有人是 那种 你本来觉得 我应该要撞死工人 但后来 发现 那个是我亲戚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撞死死小孩 比较好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意见 他反而就是这样 就是 一开始 撞工人就是 就是自己工作的问题 他屁孩反而就是 自己有错啊 啊 有自己家人的话 当然是一切都可以原谅 没错 好 我觉得还是要撞死死小孩 就算是亲戚 做错事就是要付出代价 如果是你老婆呢 哇 我没有办法 是你女朋友呢 她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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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个情境之下判断谁该死谁不该死 会有重大的影响咯 这样子来看的话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先删掉 贴到头影片 下一页 好 来 再来换一种画面 这个时候呢 你不站在这里了 这里一样是刚才的情境 一个可怜的工人 跟五个死小孩 然后本来车子应该要往死小孩的方向走的 好 然后呢 你现在并不是这个人 你是这个人 然后呢 你在这边有个桥上 你看到前面会有这个状况 对不起 我应该换一种方法 这个人现在不存在 只有这里跟这里 就是一个工人跟五个死小孩 然后呢 在这个桥上面来讲 车子本来是要撞死小孩的 在这个桥上面来讲 他有一个大胖子 这个胖子呢 胖到的地步是 他可以把那个车子给拦下来 他掉下去之后呢 他可以把车子给拦下来 然后呢 你呢 又很 然后呢 胖子虽然很大只 但很不巧的 你也蛮有力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胖子推下来 他真的站在这边 他什么都没看到 你后面推他一把 他就掉下来了 当然 可能有人会问说 这样子的话 搞不好 我一个人救全部的人好 这样比较好 跟随我自己跳下来算了 结果很抱歉 虽然你很小 但你太瘦了 你挡不住车子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你会不会 把这个胖子 给推下来 让他 让就此呢 来救 这边 所有的人 就这五个死小孩 还是 你的选择是不会 你会不会把胖子 给推下来 会把胖子 推下来的人 请按一 不会把胖子推下来的人 请按二 会的人请按一 不会的请按二 不会的按二 对 不会的按二 会的人请按一 好 按完了吗 好 他一边看我一边讲 现在不看 我的预期是 会选择不会的人比较多 看对不对 为什么选择不会的人比较多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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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你可以救五个小孩子 那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小孩呢 你会把他推下去吗 再说 再说 好 我们再换另一种问法 好 我们再换另一种问法 来 delete 来 再回来上页 我们再问一次 如果那五个死小孩当中 有一个是你的小孩 你会把胖子推下来的人 推下来的人请按一 还是不会的人请按二 如果那五个人 有一个人是你的小孩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的话 你会推下来救人的人 可是都不会有小孩 不会救人 我是看一是推还是二是推 一是推 一是推 我会跟胖子一起下去 好 来 下来 点一下 没有反应 再看一次 数字又改变了 有没有 好 原因很简单 这个亲人的力量 还是很大的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在做所谓的对跟错的判断的时候 我会先看 这一个当事人 跟我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对于自己的亲朋好友 或者我们视为自己人的时候 我们的尺度 应该说我们对于他行为的尺度 下限会特别大 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 对一个人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来讲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那另一方面来讲 就这个案例来讲的时候 为什么推下去的人 反而变少了 跟前面那个比起来的时候 刚刚没有久有几个 因为推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是我把这个人杀死的 我感受到我有很大的罪恶感 所以大部分的人 不会愿意做这个事情 尽管刚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好 搞不好会觉得说 五条命大于一条命 所以我应该去 也应该去去救五个人就好 可是在这情形之下 因为你是要亲手把这个人 推下去的 让你有更高的一个摄入感 跟罪恶感 所以在这时候呢 你的一个五条命大于一条命 五个家庭大于一个家庭的情形之下 它就不见了 好 再下来 好 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嗯 我想一下要怎么讲这个故事 这故事有两集 我们先讲第一集好了 有一天啊 你们知道龟山岛 龟山岛那个就是 要坐船才能去嘛 现在早上也都没有人嘛 然后呢 可是 台湾很奇怪就是 因为 听说龟山岛那边 就是他们就说 龟山岛没有医疗资源 所以派了一个公费生 公费的医学 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去里面当 当那个 当那个 诊疗所的医师 然后呢 在这个诊疗所里面呢 诊疗所里面有一天 诊疗所里面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这个医师 另外一个叫做 所谓的护理人员 护理人员 唯一会的事情是减伤 判断说 这个人到底 多久会死 像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治疗呢 只有这个 这个 医师可以做 然后 有一天呢 有五个人 先后的进来了 第一个病人呢 他 心脏出了问题 他心脏出了问题 然后呢 减伤完毕 那个护理师告诉你说 这个人进来完之后呢 他可能要 你可能要动一个小时的手术 才能够把他治活 就是第一个人进来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又有 二 三 四 五 这四个人进来 这四个人呢 他分别是 我先想想看 好吧 心脏完了 所以 干皮未剩 这四个地方出了问题 而这四个人呢 分别 都只要 十分钟 就可以救活 都就可以救活 所以这时候 你碰到了一个两难 如果你先救 这个心脏坏掉的人的话 后面这四个人会死 如果你先救 后面这四个人的话 第一个人 会死 所以 这时候你碰到了一个 我先把问题简化好了 你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 先救这一个心脏坏掉的人 让后面四个人都死 选择二 先救 后面这几个人 让第一个心脏坏掉的人 自然去死 你会选择哪一个 会先救 后面四个人的人 请选一 会选择 先救 第一个人的人 请选二 现在开始 一四就四个 一四就四个 好 来开一下 个的好 这个比率也很好玩 来我们继续来玩抽签游戏 好吧 卢欲书在哪边 35号 你选哪一个 我选 二 就是先救第一个人 为什么你想先救第一个人 可是你的直觉上告诉你说 我应该先救第一个 为什么直觉上会是第一个 因为他这样医生可以专心救一个人 然后他就一定会活下来 后面四个人都会活呢 只是选择的问题 还是选一吗 对 好 来再来一个 许玉轩在哪边 16 许玉轩 17号 对17 对17 我是选救四个人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感觉 救比较多人比较好 救比较多人比较好 是像这样子吗 就是希望多一点人 因为如果 如果你就 断那个心脏 心脏 需要救心脏 那个人他先来 好像应该有先到的 先到先救 但是又感觉 如果后面 后面如果先救一个 四个人就会死掉的话 太好了 好 那有没有选择是叫 那个先救第一个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看法 我选择就一个 因为就是急诊室的话 是按照你的身体的急救程度 然后去做排序的 然后他们本来的规则就是 应该要先 让比较严重的先流线 所以他就是应该要先救人 OK 所以按照基友的规矩来讲 这是基友规矩当中告诉我们的 所以这规矩是最公平的一种规矩 我们应该照这个方式来走 好 在这个问题之下的时候 我们在问的东西其实是来自于说是 到底公平 先来后到了这个事情 对我们的一个决策来讲 有没有重大的影响 从这个例子来看的时候呢 他是有一些影响性的 有不少的人 他们会甚至会愿意 为了这些先来后到像这样子的东西 来让较多的人去牺牲他的生命 以去维持这一个先来后到最大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的人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不见的都是抱持着系 来自于说是一个 几条命加起来最大 我就先取这个 这样子的一种最大化 数字大小来做决策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再来问下一个问题好了 好 刚才有说心肝脾胃剩五个人 对不对 好 那 这时候你看到这五个人都进来 然后呢 我再把问题再把它调整一下好了 这五个人 心肝脾胃剩之外 他们不是治疗一下就好 他们是 他们是那个叫什么 器官都坏掉了 所以必须要尽快的赶快换器官 在一天之内就把它完成掉 可是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这里面来讲 你碰到了两个问题 碰到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事情是说 有心肝脾胃剩 对不对 我先牺牲一个人 把那个人的器官 拿来分给其他四个人来做移植 我们先假设 他们都签了自愿移植 这个资料来讲好了 这叫做一 这叫做选项一对不对 好 选项二呢 是来自于说是 你不小心发现 龟山除了你这个医务所之外 旁边还有一间监狱 这个监狱里面呢 有一个人 我看你们知道这个人 你们知道谁是李宗瑞 好 李宗瑞呢 就在那一边 就在你隔壁的监狱里面 他现在睡着了 而且他刚吃了安眠药都不会醒 所以你有第二个选择 把李宗瑞搬过来 把他拆了 一次可以救 心肝脾胃剩五个人 都可以救他 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咯 你开始困难咯 一 我来拆一个病人 救其他四个病人 二 我把李宗瑞拆了 来救其他五个人 请问 你是要拆李宗瑞还是不拆 好 那我们列一下选项好了 选项一 是说 我把李宗瑞拆了 来救剩下的五个人 选项二 是我拆一个病人 来救剩下的四个人 请问你要选哪一个 现在开始 好 两个看一下结局 大部分的人觉得要拆李宗瑞 而不是拆其中的一个病人 好 这个开始有趣了 人魔 挺尾在哪边 挺尾 原尾对不起 对 颜尾对不起 那可能就是拆病人 拆病人 为什么 对 因为他们有同意 对 对有同意 就拆他们 可是这样就会死一个人 另外一个也是死一个人 另外也是死一个人 所以你觉得 就是拆那个 好 那 我们再找另外一个 惠里在哪边 惠里 你呢 你想拆李宗瑞还是想拆病人 一是李宗瑞 为什么拆李宗瑞 为什么拆李宗瑞 李宗瑞有同意你说我要捐器官吗 李宗瑞没有跟你讲我要捐器官啊 为什么你不尊重他的意愿 另外有人愿意捐器官的都自愿了 你还不让人家捐 你找一个 你找一个不愿意捐的人来捐 你不觉得这样奇怪吗 你勇敢地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可以救五个 可以救五个人 因为可以救五个 他在贵山岛应该不会有人去 他去 好 很好 谢谢 来 好 还有没有其他人是拆李宗瑞的人 还有没有其他拆李宗瑞的同学 你的理由是 我就是想拆他 为什么你想拆他 羡慕你 为什么 可能我很讨厌罪犯 因为你觉得他是罪犯 所以你觉得他该被拆 那如果把李宗瑞这个身份换过来变成是赖清德 他喜欢做功德 他是功德啊 他是功德啊 赖清德做功德的啊 如果不是罪犯的话 我可能会拆病 为什么 为什么是不是罪犯这么重要 因为你觉得那个罪犯的生命对于你来讲 就是nothing 所以就被你排到后面的顺位了 好 在这里面来讲 我们再问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叫做concent的重要性 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在意的一件事情是说 当事人是否自己愿意接受 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 所以某些人可能选择的东西事情是说 因为当事人给予了他的concent 所以我们应该优先来拆他 而另一方面来讲 对于某些人而言的时候 他的选择可能是说 五条命比较大 五条命大于那一条命 所以我愿意拆那一个人来救助他 所以这几种逻辑 都有可能变成 我们再去判断 我该怎么做 哪一种背后的逻辑 只是说同一个结果当中 或许背后有多种逻辑在这个地方 好 跳到下一页 嗯 好吧 三点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再回来讨论这个案例好了 谢谢大家